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泰国,我是凯文 泰国最近又重申了根据免签证和双边协议 全球有64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可以免签证入境泰国 入境的时间不得超过30天 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香港、澳门 同时也包括大多数的东盟国家 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等 我会把64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单列到视频下面的说明里面 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很遗憾,这个名单里面没有中国 大家也知道中国的护照跟香港护照、澳门护照还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中国公民可以同时持有这两个护照 但是如果你持有香港或者澳门护照的话 你可以享受免签证入境 如果只有中国护照的话,可能就行不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想要免签证入境泰国,还需要哪些资料 第一就是护照,护照的有效期要大于6个月 第二块主要是针对于新冠疫苗 5岁以下的孩子对新冠疫苗没有要求 5至17岁的游客在出发前14天至少接种了1剂疫苗 18岁以上的游客在出发前14天至少要接种2剂疫苗 如果你已经接种了疫苗,只要拿着疫苗的接种证明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接种疫苗呢,也是可以入境的 那么在入境的时候呢,需要提供你出发前72小时的核酸检测 这个阴性报告必须是专业机构出具的 PCR和ATK都是可以的 如果游客在入境的时候既没有疫苗接种证明 也没有阴性检测报告 还可以自费在机场接受ATK的检测 如果检测成阴性,同样也是可以入境的 其实泰国现在的政策是 不管你打没打疫苗 不管你有没有阴性证明 你只要在入境的时候不是阳性就可以 当然有些航空公司在出发前要求你提供阴性报告 否则的话它是不会让你登机的 所以大家至少也要准备好一份阴性报告 这样的话会更稳妥一些 第三个材料是你离境的机票 因为免迁入境的限制是30天 所以在这30天之内要有相关的机票证明 你会在时间截止日期之内离开泰国 除了离境的机票之外 去临近的比如说柬埔寨、缅甸或者是马来西亚 这种长途大巴的车票 以及火车票也都是可以作为离境证明材料的 第四入境的时候每人身上要有一万泰铢 当然这个一般是抽检的 据我所知检查的概率并不大 当然了一万泰铢也没有多少 大家可以提前换出来然后戴在身上 入境之后花起来也会更方便一些 当然泰国方面也没有忘记做出一个友情提示 如果你是这64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在你出发前尽量的与当地的大使馆取得联系 落实一下免迁证入境的这样一个政策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